你 排得怎么样 还顺利吗 怎么了你 魂不守舍的 该不会是昨天晚上 干别的事儿去了吧 我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吃枪药了你 怎么吵起来了 不知道 今天是话剧社审核节目呢 许豪同学可能压力比较大 如果不能过的话 这个节目就要被取消了 取消 取不取消跟他有什么关系 当初可是你找我当编剧的 现在又说跟我没关系 行 那你以后别找我 等等 不找是不找 盛楠 怎么回事啊你们 盛楠 怎么了 他们不排练吗 不知道 谁让你生气了 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 有点闷 我想出去走走 那我陪你 我们现在去哪儿 去趟便利店吧 走 好 刚才社长说 让咱们过去排练 需要后场了 盛楠也是为你好吗 你们到底是因为什么 吵起来的 走吧 哦 好吧 今天听说晓菱要排话剧 我就想着也过来看看 你刚刚不是在里面吗 怎么出来了 哎 没什么 没anner 好的 咱们 我 这 真的 好 我 如果 我们 我们 不 怎么会想到那家伙 我先去附近了 我来 一共四十六 我来吧 那我们现在 我觉得我还是要回去看一下 毕竟这上半场是我写的 我要去看一下审核结果 戏很好 排词剧情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今天的表演和状态 直接将这场戏变得极为拉垮 如果是因为一个演员的表演问题 而拖累了整个戏剧的呈现 你要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责任 这样的状态 怎么可能会说服我同意你们继续拍演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我们走吧 走吧 别在意 今天状态不好 调整调整就好了 我给你们买了饮料 你 他最近可能就是压力比较大 过会儿就好了 别气了 我们也走吧 我好像有喜欢的人了 如果是因为一个演员的表演问题 而拖累了整个戏剧的呈现 您要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责任 许豪同学 你没事吧 他没事 你要是因为话剧社的事 要是因为你自己的手压力太大的话 我可以陪你多排练几次吗 不用了 那个 薛豪同学 你要是心情不好的话 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 要不我陪你去散散心 我听说新开了一个游乐场 还挺不错的 要不我们一起 改天吧 那你早点休息 晚安 叶文哥 你看这样对吗 傻瓜又在对你讨好就让你逃 你很像我一样的 一会儿去 带你休息 嗯 一会儿见 拜拜 嗯 哥 你最近可以呀 看来 我的武功秘籍开始起下来 看你整天和盛南一块儿出去 是啊 那还多亏了我的好妹妹 那你既然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拿下 我感觉最近盛南队伍 好像不像以前那么今晚 嗯 以我的直觉来说 你离成功不远了 是吗 怕你这样 我也得努力了 搞什么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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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秀好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可以帮你搭搭戏啊 好啊 这段吧 我们直接试吧 好 今天麻烦你了 不麻烦的 你以后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的 啊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有什么烦恼也可以跟我说说 哦 没什么 没有就好 对了 对了 上次台词课老师说要买的那本书 我过两天要去买一下 你要不要一起 好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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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一愿 哦 这蝇药 呢 酸男 离休好 答应我的约会了 是吗 那挺好的 那你跟我一起去呗 顺便把我哥也叫上 人都热闹了 不然我怕尴尬 我就不去了吧 你们两个不是挺好的吗 关键时候 不害得你这个好兄弟出马吗 你可以帮我指点指点吗 去吧去吧 我请你吃好吃的 求你了 行吧行吧 真的你没办法 那就这么说定了 到时候一起 行 那我先去整理整理 刚好找机会 问问那家伙 我 我 我哥他们刚好也要出来 我就叫他们一起了 人都热闹嘛 那我们也进去吧 谢谢 走 拿《鞋》 我来吧 李修好 你要找的那本书我找到了 我们过去吧 走吧 盛丹 我来帮你领吧 不用了 怎么能让你一个女孩子拿这么重的东西呢 要不要喝奶茶 不用了 要不要休息一下 你看我哥是不是越来越伤道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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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喜事啊 你们的小姑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她可是从小看着你们长大的 到时候你们要一起参加这个婚礼 小姑姑为什么这么突然就要结婚了 是啊 之前不是还说没有喜欢的吗 你们的小姑姑啊 以前呢最爱说的一句话 就是要随心所欲 就算要结婚 也一定是奔着什么 什么爱情去的 而不是到了该结婚的时候呢 就随便找个人嫁了 你们的小姑姑 可是我唯一的妹妹 为了她的终身大事 我也是操了不少心 那小姑找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是啊 爸 我也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能入得了小姑姑的眼 您俩别着急 我这有她照片 你们看 他们俩是在旅游的时候认识的 听说是个画家 按你们姑姑说的 这叫一见钟情 这还是那个画家的意思 说是要按照中国的传统 办一个完美的婚礼 你看你儿子 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妈 你还不赶紧问我 你再不问 我哥可就要把女朋友领回家了 真的吗 我儿子开窍了 妈 你别听小人瞎说 妈 你一点也不瞎说 哥 你就承认吧 演示就是事实 反正都快成了 你就跟咱爸咱妈说说呗 说说 妈 事情不像小玲说的那样 我是喜欢人家 但至于人家的态度 还不确定呢 这是谁嫁的姑娘啊 叫什么名字 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就别瞎打听了 儿子不都说了吗 还没到了一步呢 这年轻人的事 让他们自己慢慢处理 妈 这个人你一定会喜欢 他是我室友 那你以后跟他 不对不对 那以后你的同学 不就是你嫂子了 对啊 并且我向你保证 这个人一定很优秀 可惜我哥的动作是在探嘛 小蕾 行吧 那我就不挑开你了 你可得赶紧抓紧了啊 让我有机会改口啊 然后这个是这样 咱们接下来下个月的社团活动 学长 学长 你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 我们继续 你有心事 有那么明显吗 好了 没事 我们继续对接下来的流程吧 对了 圣楠呢 他今天都没来 学长 原来你心不在焉 魂不守舍的 是因为傅盛拿啊 学长 你是不是喜欢傅盛拿啊 看他的反应 八成就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盛拿说这件事 那你们现在到什么进度了 什么进度也没有 我们现在还是普通朋友 那你可得把握住机会了 你都快毕业了 再也不抓紧时间 那可就来不及了 我妹倒是有跟我建议过 要我把握住当下 可是我 不知道怎么跟盛南开口 这还不简单 我们来跟你出门画册 你们 能行吗 那必须行 我们可是专业搞策划的 那好吧 反正我对追女孩也没什么经验 这一次就靠你们了 我们先把这边这一片给收拾一下 然后男生们先开始翻桌子 来 大家开始行动 contro 假认 我遇到你之后 似乎推翻了 我就对 似乎推翻了我前前的顺利与家庭 顺利有事 速来 来盛南你干嘛去啊 今天晚上顺利有急事 我得赶紧过去一趟 盛南过去了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好啊 走吧 来 人哪 黑灯瞎火的 快过来 来 到晚了 我去了 кв 那 那 你在 догい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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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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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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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